他来了 他来了 他装装装的走来了 那如雕刻一般 精致完美的英俊侧脸 那可以精准打击 一般方新的名品美貌 还有呢 可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精致线条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饭 同时看着他 连死了一个对面的人都发现不了 现次他刚说你毕童了 你去拍着门 或者是你夸这把就对他说 这边机器给你 或者你拿胳膊 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摔就行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摔就行 你现在知道错了 剑刺藏 就是你自己找一个 就像白海豹似的那个造型 都要给他 准备啊 咱敲门开始了 来 安静 来一杯 然后呢 他还是会对我说上一句 你现在知道错了 你错了吗 哎呦 因为刚刚跟导演聊天的时候 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出场 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人物想让他极致一些 他有点像有点偏执偏执狂的感觉 一上来就是很激动 可能会带起来一些节奏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新手啊 你怎么看て се好 这张红的呢 我今天我是红人了 我还想什么 我还想不想象 我还没想象 我还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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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太帅了 你们俩烦死了哥 新欢就不要旧爱了呗 这还没爱上你呢 何来的旧爱呢 来 现在给我来个深情对望 来 一二三走 你给我来个深情对望 你不笑就证明你没有撒谎 来啊 一二三走 哎呦 妈呀 哎呦 但是她的好帅呀 妈呀 错 错 叫什么 错手不及打的我 天呐 好兴奋 是新的啊 高阁燕身躲不掉 你小子 我小子 我就知道你这有人了 从今天起 我给你一刀拿一个转 拿一个转 拿一个转 哎呦 那我刚才进去没看到 好帅啊 好帅啊 你好发出未知啊 这句话 我觉得这次这个戏 我其实她还挺新颖的 就是整个这个 这个题材也好 然后形式也好 都是非常新颖 非常有趣的 我就是一个非常适合 一家人一起看的 这种很很欢乐的 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情景喜剧 也希望能到播出的时候 大家能够坐在家里面 带着自己的妈妈 然后小孩一起观看 好帅啊 好帅啊 好帅啊